時罪專入雨季,亦令高雄市登革熱的疫情蠢蠢欲動 三民區接連傳出兩名高度疑似病例 其中一名是民祖大學的學生 雖然兩次採血的結果是陰性,不過仍無法排除 令到相關單位不敢大意 一早早環保局就派人在校園裡進行資生園的檢查 最近下雨的時間多,積水的區域亦增加 再加上民祖大學存在有位學生被通報為登革熱高度疑似病例 令到防疫人員第一時間趕到校園裡頭檢查 校方亦不敢大意,持續進行校園宣度 由於學校是屬於人口高密度的場所 再加上三民區是高密度住宅,通勤人口亦很多 構成登革熱快出擴散的要件 環保局和衛生局積極在周圍50公尺範圍內 進行防疫工作 今年到目前為止,高雄市一共有339例 本土登革熱確診病例 再加上氣溫逐漸升高 擔心登革熱的疫情再起 所以呼籲民眾平時主動檢查居家環境 加強清理積水容器以防止疫情擴散 目前為止,延遲ここ 人世人員 為何消費 谢谢大家